我來關心的時間是 各自消防局所屬的特徵所救隊 和紀永特徵所救隊身份 基行的緊急動員 並導致協助救在行列的演練 配合特診基實作課程 和學員勝利指進 斷任所有所救領員的答量和基領 該市政府、消防局所屬特徵所救隊 以及紀永特徵所救隊身份 基行國收救隊五、緊急動員 並導致協助救隊行列的演練 各邊組成員 協佈以後立即 收拾到國民的裝備 全容一學 並由各自第二相大隊 黨区分隊一行團體共同裝備的 準備工作 各方準備器材、準備以及緊急動員作業 這演練主要由於各方大規模的災害 都是跟時間在曬炮 希望可以在五金救員的時間 將民眾安全救救出來 若是國際發生中台的災害事件 時 竟需要各國收救隊的 隊五緊急動員並導致協助救災行列 為了提升到其次 發握地形地務 很多的災害救援能力 特徵隊身份 愛人的食肆 特徵基的背景和地空下降的情境 特別警察來進步 空中勤務總隊 來基盤連合訴求 入體救災的訓練 我想第一點當然是首先要 先克服大家的一個恐懼感 尤其這個飛機 它空間的座位也不是很大 再加上並沒有這個艙門 那再來就是要 因為所有的救災人員在出警的時候 這個天候狀況一定都不是很好 那所以說整個風 整個人見度 也都是我們特殊人員 萬一這面對災害的時候 要透過不斷的訓練 來強化整個住宅的經驗 透過建合特性基實俗確定 讓學員心力基金 鍛鍊所有收救 另外的擔任和紀念 我們其實 空屋群的這組聯合訓練 現在的價值大概已經達到30價值 所以你們這次的潛艦機 在服務大陸發言的暫時 那對你們這個 也要執行這個直艦機的一個 空中救護這個 出場的動作 會不會造成心理的壓力 跟一個緊張 那我想應該是多多少少 會有一點壓力 但是這個機型應該 這個航空區應該是我們 所信任的東西 所以除了天候的意外以外 航空機的性能應該都是屬於 非常良好力的狀態 你用的一個工作 那你自己的事 針對齊博林先生所拍攝的 海局 他所從事的這個工作 其實我們都有在看 尤其是針對空軍海鷗的 這個直人機的拍攝 是一個非常漂亮 非常美的一個動畫 那當然他的付出我想 對台灣這一塊大地 我想是真的有他的稱讚的地方 那我們對他也真的 非常的緬懷跟不捨 那我們在一樣同事 在做這個空中的動作 用他的角度來看 你們怎麼會去完成這個動作 我想每一樣動作 絕對有他的危險性 那一定是一個挑戰的 那我想盡我們的訓練精實 去完成每一樣的動作 這是必要的一個 嘉義市相當局表示 刺激辦理 敵重收救隊 道文化的專業訓練 是必要的 未來的刺激 掙割相關 國際收救的器材 依然提升嘉義市 敵重 災害軟的鐵 手救的能力 為嘉義市民 甚至全國人民 提供 竟有一個保障 世信新聞創品道 嘉義市長 報道